大家好,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我是Eddie 这个系列教程一共有6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二集,后期修片的流程顺序 在看完了第一集图片数据管理方案之后,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照片库了呢 把数据都保存好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导入进行后期修片了 如果您在打开照片之后,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去调整这一集的内容,刚好可以帮您梳理一下思路 感谢Tourbox的赞助,让我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系统的给您聊聊Lightroom摄影后期修片 Tourbox是一个软件控制器在后期修片的时候提供一个更舒适快捷的操控方法 通过这些旋钮可以精准的设置参数 在这一集教程里,我就给您演示一下,单手就能完成色调设置的切换和参数调整 希望这套教程配合Tourbox,让大家更享受修片的过程 当要对照片进行调整的时候呢,就要切换到修改照片界面了 在这里我推荐一个小设置 在右侧的编辑菜单当中呢,找到任何一个空白处,点击鼠标的右键 在弹出的菜单当中啊,您选择这个单独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呢,每次点击,它只会打开一个工具 其他的工具呢,就会自动的叠起来 而不会像默认的时候那样,全都打开 需要手动挨个给它们关闭 使用单独模式呢,会更清爽,整洁 非常适合显示器比较小的用户使用 下面我就开始分享我在后期修片时的流程顺序 通常我先调整会改变照片尺寸的相关设置 比如建筑的透视变形,站在街上拍任何建筑呢 都会产生这种变形,建筑会向上倾斜,形成梯形 它呢,是可以在后期被校正的 在变换工具中可以进行手动或者是自动校正垂直线 校正之后,照片呢,就改变了原来的尺寸和比例了 您看,建筑都垂直了之后呢,是不是看起来顺眼多了 还有呢,就是由于拍摄位置比较的远 当时所使用的镜头焦段呢,也很局限 拍出来的画面过于杂乱或者位置不好 需要进行二次构图,进行裁剪 使用裁剪叠加工具呢,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在裁剪叠加里啊,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工具 就是这个角度设置 当地平线在照片里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来的时候呢 点击自动就可以自动修正了 有时候眼睛呢,看着挺平的 但实际上呢,有微小的倾斜 这个自动调整呢,就特别好使 还有很多时候啊,照片里根本就看不出水平线 需要手动调整 可以点击下面这个小尺子的图标 在照片当中拉一条水平线来告诉Lightroom 这里呢,本该是地平线 全都设置好了之后啊,就可以锁定图像了 以上这些操作呢,会改变照片原本的尺寸或者是比例 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后期操作呢 我会先调整它们 不然啊,忙活半天 最后裁掉了一大半 不就白忙活了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工具叫做镜头校正 也是需要在这一步调整的 勾选移除色差和启用配置文件校正 这两个选项也是每张照片必不可少的操作 对于富士用户来说 这个选项呢,使用的频率不高 因为您会发现啊 它无法自动识别到任何一个富士镜头 手动选择Fujifilm的话呢 下达菜单中也只有富士老镜头和卡片机 以及X100系列的FST三个机型 但是呢,咱们仍然可以通过手动调整 来校正广角镜头的积变 以及消除紫边和暗角 如果您所使用的相机 在这个列表当中 一定要每张照片都来校正一下 您会发现校正后的变化呢 非常的大 在校正了照片的水平和垂直 调整了尺寸之后呢 修正、曝光和还原色彩是第二步的操作 我呀把它称为地基工程 之后的任何调整呢 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基工程是否牢固的基础上的 所以呢,这一步还挺重要的 地基工程主要集中在基本工具中 我呀,会第一个校正白平衡 这一步的目的呢 主要是让照片当中的颜色 还原到拍摄时真实的样子 大范围的偏色呢 会让视觉看起来不那么舒服 当然呢,也有特殊的时候 校正白平衡呢 为之后的调色打好基础 接下来就是照片色调的修正 也就是您看到的这六个让人迷惑 且看起来都差不多的选项 曝光度和对比度 高光和阴影 以及黑白索解 实际上啊,任何一张照片 您都可以不加思索的按下这个自动按钮 让Light Home呢,为您判断 大多数时候呢,出来的效果呀 还都不错呢 并且会自动为照片添加 鲜艳度,让照片更艳丽 如果判断的结果和您的喜好有偏差 或者是看起来实在是不太好看 再通过手动调整这些数值呢 来进行微调 其中高光和阴影的数值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例如太阳光或者是这些灯光过亮的时候 回拉高光数值呢,就可以降低这些部分的亮度了 而阴影数值可以让那些没有被光线照到的位置变亮 这两个数值啊,别不舍得用 高光拉到-100呢,是常有的事 如果您在调整的时候 觉得用鼠标拖拉数值很费劲 其实键盘的上下键呢,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只是每次按下之后啊 数值会以加减5的浮动改变参数 使用Tourbox控制器呢 可以实现加减1的精确调整 并且配合这些上下的快捷键呢 可以实现单手完成色调调整 这些快捷键呢,还可以自定义更改位置 来迎合您的个人习惯 如果您认为调整曝光就这么几个参数设置就可以搞定 那可就太小看来通了 以上这些设置啊,只是对照片的全局曝光进行调整 也就是整张照片的色调 如果只想调整某个位置呢 使用镜像滤镜、渐变滤镜和调整画比可以对局部曝光进行微调 您呢可以使用渐变滤镜调整比较规律的大面积 镜像滤镜用来调整圆形或者椭圆形范围 调整画比呢就变得更精细了 所以这三个工具啊,您可以理解为是针对不同范围大小的调整 根据照片的情况,酌情使用 在地基工程完成之后呢,咱们就要添砖加瓦了 细节是最容易忽视的重要环节 因为看不清或者不放大呢就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地方 从而忽视了细节的存在 正是因为这些无数微小的细节呢 才成就了一张照片整体上的精美 可以为照片增加立体感和细节的工具呢 主要集中在这三个位置 第一个呢是基本工具中的偏好设置 其中纹理和清晰度参数啊 可以有效的增加细节和质感 第二个呢是色调曲线工具 可以同时改变照片的曝光和对比度 由于色调的改变导致照片的立体感产生了变化 这也是曲线的强大之处 第三个呢是细节工具 对照片进行锐化和细节增强 是非常有效的设置 通过这些设置呢 对比调整前后的效果呢 您可能会觉得这是由两台相机拍摄的照片 因为乍一看啊 它们的清晰度和质感完全不一样 其实呢这就是同一张照片 在后面更新的第四集中 我呢会详细的给您演示 这些设置都怎么调 经过前面三部的调整之后呢 一张照片就已经还原出了 非常漂亮的色彩 并且是那种原始又自然的美 您可以选择到此为止 保留它的原始 也可以进一步的对照片颜色 进行微调或者加强渲染 目的呢有可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调色风格 也有可能是原照片的颜色呢不够震撼 由于当时的拍摄条件会非常的有限 比如天气或者是时间不好所造成的 通过调色呢可以改变或者说让原照片上升一个台阶 以这张日落的照片为例呢拍摄当天的日落并不完美 因为是阴天可以说呀就没有日落 通过后期调色呢可以让它成为一张全新的照片 这个呀也不算是作假或者是过度后期 只是在原有的颜色基础上呢做了一个升华 由于Lightroom这个软件呀不具备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 无法替换天空也不能像Photoshop那样一会接木 所以一切调整啊都是在原照片的基础上做出的微调 目的呢仅仅是渲染气氛 将照片当中隐藏的色彩呢提炼出来 所以说照片里啊并不是没有颜色只是很淡而已 通过后期调色呢可以让那些不明显的颜色凸显出来 可以帮您做到这样的调色渲染的工具呢 有基本中的白平衡鲜艳度和饱和度 HSL颜色工具 最新版本中的颜色分级 也就是旧版本的分离色调 还有呢就是校准工具 最后一步呢就是去除照片的污点和一些不需要的杂物了 例如传感器污点 这是每台相机呢都可能遇到的问题 还有就是去除一些严重影响照片整体效果的内容 例如路边的消防栓 地上的垃圾等等 在Lightroom中的污点去除工具啊 可以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它呢不仅可以去除点状的内容 还可以去除复杂外形的杂物 您呢只需要拖动鼠标完整地覆盖想要去除的区域 Lightroom就会自动判断帮您寻找一个类似的内容进行覆盖 这个自动判断的结果呀 有的时候效果不是那么的理想 您呢可以手动地拖动它复制的那个区域 选择一个正确的填补内容就好了 经过这样的流程梳理呢 相信您已经对Lightroom后期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 在Lightroom最新的版本当中啊出现了自定义界面功能 这个呢可太贴心了 我呀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调整这些工具的顺序了 按照我自己的修片流程重新安排一下呢 就是这个样了 您呀别误会 其实并不是每一张照片呢都会用到软件当中所有的工具 具体案例呢具体分析这里边的门道呢还是挺多的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 我是ID 在自学摄影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您一起成长 感谢Tourbox提供完美舒适的后期操作解决方案 欢迎关注和留言给我 咱们下期见 明镜会不能b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